影片合成的效果 那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移到這裡來 這個有個大峽谷影片 我現在把海鷗影片加進來 那在我們這地方點了這個影片 這個是直接加 直接加了就擠到這裡來囉 那這個播給你看 那這邊還有三個點點 點給你看一下 好 第一個叫做 旁跳鏡頭 我看這個詞真是不習慣 首先我們來檢視一下 我這個影片有26秒 那這邊有9流利嘛 來 我們現在先交第一個好了 先取消一下 我在這個位置 看到這個要注意位置喔 一開始是小對不對 靠近它 這裡好多烏鴉 這裡我想跳 這邊想跳另外一個影片 把它取代這個畫面 那就要使用這個 點三個點 叫什麼 旁跳鏡頭 我還真不習慣 來 播給你看喔 來 播放 所以當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就變成海鷗了 你看一下整個畫面就換海鷗囉 那我想老師這樣看 你可能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通常假設說 我今天在訪談一個人 他在介紹 我們學校是生態教室喔 那我們有海鷗耶 所以到這個畫面來 就出現海鷗的畫面 一般影片都要這樣做 從頭到尾拍一個人 一直講話那種畫面是非常無聊 所以我們一般影片 今天是4到6秒 我跟你講叫專業攝影 4到6秒 所以當我講到這個 介紹海鷗 海鷗畫面就跳出來 然後如果介紹另外一個畫面跳出來 再看一次 這個專業術語叫旁跳鏡頭 我們先看一下時間點這裡 我找一個標準 15秒 這裡有沒有更短一點點 我看看 這邊有個14秒 看見嗎 有看見喔 我時間點在這裡喔 先點著它 移動 只要移動的話 時間點 然後把它取消一下 先刪掉 再做一次 再看一次 你確定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要看出現這個鳥的時候 點著它 三個點點 叫什麼 旁跳 旁跳鏡頭再講一遍 是整個把它取代掉 所以當我到這裡播放的時候 大蝦圍播到這裡來 就帶另外一個畫面 這一般我們蠻常見 點著它 再把它刪掉 這個 OK嗎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來 兩個一起講 一樣是海鷗好了 時間比較短 點這裡喔 點第二顆 第二顆可以做什麼 子母畫面 旁跳鏡頭只看到一個 如果是子母畫面 是兩個同時出現 什麼叫兩個同時 看就懂 點了就跳進來了 有看到嗎 這就是子母畫面啊 點著它 在這裡點著它 來 老師這位置很不好 剛好把主持人擋掉了 所以當我選到它 被選到要這樣喔 移動是這一顆 看了就懂了 點了它這時候才能夠什麼 告訴你怎樣 怎麼動 兩尺縮合 直接拖曳就是移動 如果要放到縮小呢 兩個手指頭 這樣這樣 往內縮 往外大 我想要縮小一點 擺在這裡 這個咧 加邊框 有沒有看到白色邊框 再點這個就取消 再點就加邊框 所以這叫兩個同時 不過這叫子母畫面 開始囉 當早這時間點呢 海鷗在這裡 它也是會動的 來 再這樣點一下 我們來看看什麼可以 再加一個子母畫面 我在上面再加一個別的 點這裡 再點這裡 你現在知道怎麼不一樣吧 換成 完全換成另外一個畫面 叫旁跳 那再點子母畫面 再點 他說不可以 喔 同時間他們有那個功能 必須點在空白的地方 這時候才能夠加什麼 子母畫面這樣才可以 它沒有辦法同時兩個 一般的專業軟體可以同時兩個 那這個什麼 這一段秀海鷗 到這裡的時候秀這個 要改位子 在手指頭在這裡點一下 好 就出現這個 那移動位子 這個要先點這裡 這時候才能夠移動位子 來 這裡擺在這裡 來 那 你要學會做什麼 調大小 調大小 再小一點 大一點 我會擺在左上角 再小一點點 好 再調位置 那邊框 預設有加邊框還不錯 來 我們再倒一下 來 播一下 好 一開始是海鷗對不對 接下來要介紹那邊的聖地亞哥的海邊 那邊的海報都不怕冷 不過夏天去那邊水也很冷 我們下去搜 腳都很冰 就換畫面了 就換畫面了 如果今天是一個介紹學校的效應 你這邊在拍攝校長或學校教授 他在演講 在旁邊拿攝影拍的他 那講到什麼 我們圖書館 這裡就切完了圖書館的影片 那講到這裡就切完了那個影片 一般用法是這樣 各位可以試一下 各位可以試一下